我是蚕蚕哥 头部旅行214滇藏县 昨天晚上再录影了一晚 本来我今天早上起来 实在不想起 总是在这儿休息一天 明天再出发 结果这地方往不行 上船两个小时也上船不了 说说咱还得往前再走一走 今天其实也不早了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快三点 东西也都收拾了 挖不下就不行了 作品发不出去 所以咱还是这样走一走 今天可能也走不了多远 最多走个十来公里 这就停了 路上再捡点柴火 再去打点水 出发吧 今天的风有点大 但是走得晚了 也不是太冷了 三个角色来走 三个角色来走 这公里就不少了 好嘞 走啊 看见山顶上有了雪了 今天这坡还不是太大 一会儿一会儿应该就开始 看到下面的葱窗 绿油油的 整整齐齐的 下面种的都是庄稼 那也不知道是小麦还是青蛤 开始上坡了 今天虽然走得晚 但走了一圈下坡 又改了又改路 开始往这个山上面走了 这怎么停一个车 这个车 在这停的 越走越冷了 海拔越走越高了 这天好啊 西藏的天就是好 往来往来的 你接点柴火 两天了 没接一根才华 本来我在路边那儿 大姐那儿找个打水平 我忘了大姐 大姐说是前面还有冲桩 有冲桩就不用打了 拉得多了也重了 本来这车就太重了 小姐清也解清不了 啥也舍不得当啊 看这山上花凉了 这边就杂柴火了 下面是个香 只要有楼房的地方就不是冲桩 最小它也是个香 这是村委会 这个楼盖得漂亮 这么多楼 这儿又有一个吊桥 钢索吊桥 但是上面住的是水泥 这啥桥 看不见 就是钢结构的 钢结构的上面住的是水泥 这桥漂亮 今天我左边过了那个桥 看看有没有露营的地方 有的话我就准备露营了 一路走时 一路往上爬坡了 都是山里面 怕不好找路的地 我见那个桥那头有个法子 看看那个滑边 能不能露营 能的话就早点 早点露营 这个班车通哪 盲刚通野井的 这桥走上好亮 稳稳的一点都不晃 一点也不颤 这是刚修的行程 人家这旧路走哪 前面有几头牛 走得悠哉悠哉的 人家不怕车啊 那牛 在路中间走 人家不怕车 人家不怕车 车得躲人家里 就在这儿露营 这儿有一个水泥墙 石头器的 上面好像是挂青帆的地方 记得今天就在这儿露营 往来也不想走 今天又走了十几公里 下面 下面还有冲庄柱 但是他们只走沟里那条路 他不走 不走这个24这条国道 24国道下不去 想必那里面应该是暖和 下面还种着庄稼 绿油的 跌不到爬了几公里坡 从那山沟里爬上来 每天还得接着往上爬 接不到爬到哪儿就爬上顶了 好了 他赶紧收拾一下东西 因为这风大 这个拐角还 风还稍微小点 赶紧打招房 今天应该早点 太阳没落山 这还有油缝 这还有油缝 还行,其实高一面,高一面低 地钉好像也不好打 这边是风啊 在这里面是风 关键是防风的大会计划 走 先把它冻上 热锅冷油 热了 13小时,哪儿都不能去 烧点盐巴 刮外面了 倒点酱油调调色 这可不是简单点的骨头头 这是60年了 这边 这边 静道不静道 好好品尝一下吧 没几天了过几天吃不上了 嘎嘎静道 嘴啦啦的面条嘴啦啦的火 这面就改的嘎本小 还是咱的手锅面条 咱们吃完 牙好,胃口就好,吃闷闷香,棒棒亮 给,吃吧 先把玉米吃了 每天吃一根玉米 强身健体 开始搂面环节 其实我这个车还挺好管用的 能打点风 比较这个车子今天是从克斯坦 骨头汤 这是骨头老汤 熬了七七八十一点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拾一架车里面 今天晚上让贝贝上车 贴贵了,刮钵 这不得抱动,你抱不动呢? 重了 这边有宽质 这边有空 这边有空 还值得我来找 天呐,把他上车碎了 好了,我也收拾睡觉 这狗管理上面,不起作用了 我这条路上看,车头还不影响 把我的家伙摆到这儿,左手踩,左手铁锹子,右手火 还得把这个灯关了 这两天也不带我去收拾东西了,明天早上收拾 反正起来,起来的折腾一两个多小时 把这个灯关了 关了一个,还有一个长明灯 好嘞,朋友们 现在我又准备睡觉 这个灯也好,没有遥控器 反正就是,天亮它自己就灭了,天黑它自己又开了,反正是长明 有一个灯光也好,有些动物它见了灯光它也不过来 拜拜了,睡觉 祝大家做个好梦啊 没有事情 乱温 没有事情 现在 感谢观看